来者不善 还没上任就大放厥词 这位美军高官有意挑起美中冲突 据海外网4月22日报道称 美军后任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菲利普代维森旅之前 就开始忍不住胡言乱语了 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道中大肆渲染中国的军事威胁 并扬言要诉诸武装冲突阻止中国控制南海 不仅如此 他还描述了南海即将面临的可怕景象 称未来中国完全占领南海 解放军可以以此为据点 深入太平洋挑战美国的军事存在 碾压任何其他声索国 到底是谁不停在南海搅局 真正有发言权的是南海的周边国家 自从美国的马前卒阿基诺三世倒台后 南海上空早已是晴空外离 去年5月 中国和东协国家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 并得到东协各国外长批准 去年11月 中国宣布与东协国家启动南海行为准则文案磋商 受到东协国家广泛欢迎 今年 中国与东协的海上合作有望进一步扩大 中国已经和东协方面达成一致 双方海军2018年将举行首次联合海上演习 目前 中国已与菲律宾建立南海问题磋商机制 并积极探讨海上合作 种种良性势头正印证了杜特尔特政府死前的那番话 中国经济高速成长让东协各国受益 菲律宾为目前的非中关系感到骄傲 这样的声音在整个南海地区都具有广泛代表性 对此 美方似乎颇为不爽 采取一系列行为刷存在感 就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海南不熬发誓要把非中两国关系推到更高层次之际 美国却跑到南海非要帮菲律宾震慑中国 4月10日 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声称在南海有争议的水域进行演练 在20分钟内 20架F-18战斗机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起降 号称强力展示美军的精确与效率 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指挥官史蒂芬科勒还得意洋洋地表示 我们在南海及其附近海域或者任何我们行动的海域进行的所有活动 都有国际法起作用 对于为数几个没有在国际海洋公约上签字的国家之一 美国人也还好意思拿国际法往自己脸上贴金 对此 我外交部部长王毅曾一针剑血指出 动辄把全副武装的舰船飞机 开到南海来炫耀武力 这才是影响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干扰因素 南海面临最主要的挑战 就是一些外部势力对南海风平浪静心有不甘 总想挑动是非 唯恐天下不乱 公道自在人心 一直以来 美国都把南海作为一张牌与中国进行博弈 美舰在南海时不时炫耀武力 拿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挑逝 已经越来越先不起波澜 任何域外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扰南海和平合作进程 都是自寻烦恼 美国如果期盼在东亚能有长期作为 需要拿出真正的聪明智慧和实实在在的务实举措 再三角局恐怕只会惹得自己一身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